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卡奈基曾在书中提到一个故事 在一场宴会上 坐在卡奈基旁边的男士讲了一个笑话 引用了一句名言 男士提到这句话源自圣经 卡奈基纠正道 这句话实则出自莎士比亚的作品 男士却不认同 双方各执己见 在宴会上争得面红耳赤 本来享受的心情也荡然无存 于是卡奈基请来现场一位文学素养颇高的朋友论证 没想到朋友并未纠正男士的错误 反而支持了他的说法 宴会后 朋友找到卡奈基 告知了他缘由 当面指出错误会让这位男士很丢脸 何况这只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 何必戳穿给彼此不痛快呢 这世间纷纷扰扰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认知中享受生活的美好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对错 也不是所有的错误都需要你来批评指正 适当的沉默是彼此交往的助推器 麻雀锅躁难成事 苍蝇沉默破长空 很多时候 保持沉默是一种修养 更是你逆风翻盘的能力 大气的人不与人争夺 面对是非 看透不说破 方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老话常讲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但经验不是一成不变 学习更不能停滞不前 对待新事物 你可以保持怀疑的态度 但不能盲目拒绝 再好的千里良居 也比不上汽车 逐算再快 也比不上计算机 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 故步自封 只能做被后浪拍死的前浪 与时俱进 方能超越自我 步步向前 前段时间 抖音上火爆了四位奶奶 被大家称之为 时尚奶奶团 他们都是血病双病的老人 却妆容精致 身材娇好 气质优雅 你的网友叹为观止 据说四位奶奶都已过了花甲之年 退休后 不愿甘于一成不变的生活状态 尝试从事模特行业 成了志同道合的好友 他们玩起了抖音 录起了短视频 备受喜爱 成为自己的造梦人 不仅如此 生活中 他们也不甘拥肠 减肥健身 保持身材 换上皮衣 骑上哈雷 抑或扛上摄影机 记录山清水秀 岁月流逝 他们终究没有任命 不断尝试 热爱生活 面对生活的变化和冲击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拒绝 或总是推脱说 我不行 我不懂 可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小惊喜 无一不是敢于尝试新事物的结果 如同绿皮书中 雪莱博士吃了托尼递过来的炸鸡 才知道不顾形象的享受美味 是如此幸福 很多时候 新的尝试和开始 并没有你觉得的那么难 与其坐井观天 不如放手一搏 勇敢地踏出一小步 就会体会不一样的人生 生活的美妙 永远都在尝试之后 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女孩一上火车 发现自己的座位上有了人 核对了一下 客气地说 先生您坐错位置了 没想到那位男士瞬间怒吼着拿出票 你眼瞎啊 这是我的座位 女孩仔细看了男士的票 不再争辩 默默站在旁边 等车开了之后 女孩说 您是没坐错座位 但您坐错车了 老话讲 则可言而后言 则可行而后行 深思熟虑过的一言一行 才是浴室最有水平的处理方式 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无端之诗 究其原因都是 一说你就急 一点你就着 眼里容不下沙子 更接受不了别人半点反驳 等回过头来 才发现 生气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反而让事情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脾气大 不仅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更是伤害自己的源头 常言道 气大伤身 生气时 赌气绝食 胃痛时 才痛骂 自己就是傻子 生气时 偶气喝酒 出事时 才懊恼 自己就是呆子 气大 则命传 气顺 则人顺 只有浴室哈哈一笑 才是人生 大赢家 曾经有学者 就对百岁老人 比较集中的地区 进行研究统计 发现长寿者 多是心胸开阔 性情温和之人 凡是想开点 管得了脾气 才能管得住人生 收得住脾气 方能留得住福气 努力做个情绪稳定的人 与你健康的身体 许你温暖 又平和的人生 一位老板在企业交流会上 分享过一个故事 当时企业招收了 一位不错的员工 恰巧有一个合适的项目 于是就安排 给这个员工完成 新员工也觉得 机会难得 给予表现 加班加点的改任务 截止时间一到 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新员工愁容满面地说 老板 这个项目基本上完成了 有一点我始终弄不明白 但我已经尽力了 老板却说 不 你没有尽力 因为我就坐在你对面 你却没有向我寻求帮助 又怎么能说尽力了 新员工听后 极豁然又羞愧 原来自己拘泥于 一个不愿麻烦别人的思维力 忽视完成这个项目 才是最终目的 正如约翰纳恩所说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生活在社会这个大杂院中 懂得麻烦别人 也是一种能力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请教 要比自己埋头苦干一天都有用 善于麻烦别人 既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又在这样的麻烦中 让关系更加牢靠 自古以来 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人情味 而所谓人情味 就是你麻烦我 我麻烦你 人和人相处起来 才会热乎乎的 不同的问题 实行请教 遇到困难时 积极求助 那些长久牢固的感情 都是在麻烦中建立 经得起岁月的沉淀 《大班涅槃经》中说 一切皆迁动 流转无休息 诸事无常 这世间的一切始终变化多端 看透了人间百态 读懂了世事变迁 才懂得祸兮福所依 福兮祸所福 这世间的祸福 皆有自己的定律 不必忧愁 不要着急 踏实一些 你想要的 岁月都会给你 苏氏曾多次被贬 一生坎坷崎岖 而被贬之处 多是蛮荒艰苦之地 他依旧随悦而安 内心归于平静 在贫瘠的土地耕种 还盖起了几间草房子 并苦中作乐地 称之为东坡雪塘 从不感慨时间如此匆忙 命运如此不公 只是静待春暖花开 落叶归来 给后人留下了 人生若有不快活 只是未读苏东坡的快意 人生不称心的事有很多 不如意地经历到处都是 可生命中的美好 就是处在困处 却能随遇而安 尝尽苦难 却能泰然处之 如同摔跤把爸爸中 心格告诫女儿吉他士所说的 沉住气 要让你的对手先着急起来 等他露出破绽 你的机会就来了 一直警戒爸爸的话 吉他摆正心态 找准时机 最终在原本处于 劣势的紧要关头 发生惊天逆转 赢得了比赛 你若不伤 岁月无恙 相信美好总会如愿而至 属于你的一切 终将到来 所以千万不要着急 沉住气 灯塔是你的目标 沿途却是你的人生 找准方向后 别着急 一步一步慢慢来 共勉 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您也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的底部 给我们点个再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晚安 好梦 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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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